11世紀之後呢 現在呢不只是美國跟俄羅斯 一定還要再加一個中國了 為什麼 因為呢 從這個根據外國媒體的統計出來 資料就可以證明 中國呢 他賣到全世界各個國家的武器出口呢 已經首度超越德國 成為全世界的第三名的 第三大的武器出口大國 這邊就要問問孝偉哥說 他們說這個軍備 他們的發展是很快沒有錯 但他們到底有什麼武器 可以這麼好賣 賣這麼多出去啊 中國大陸他真的在今年 他已經超越了德國跟法國 成為世界第三大的武器出口 就僅次於那兩個強國 美國跟俄羅斯 那其實中國大陸的那個輸出的武器 跟美國還有俄羅斯相比 其實說真的 他們的那個在性價比 就CP值上面來說 真的是差很大 現在買東西最重要 就是要看這種性價比CP值嘛 對沒錯沒錯 那所以呢 中國大陸他在對外的 這種武器銷售上來講 說真的 有空中天上飛的 那個水中是那個水裡遊的 甚至水裡遊的 然後路上那個路上爬的 甚至於啊 對不起還有彈道飛彈的 所以什麼能賣的 通通都可以賣 現在都可以賣到各個國家 就是只要你有興趣跟他買就對了 基本上他在中國大陸啊 他是能賣都賣 因為其實中國大陸 他的對外的那個策略上 其實很特別 他一直接諸自己 叫做不結盟 然後呢又說那個 那個等於說把自己塑造成為 第三世界的一個領袖 也就是說他的武器配備很多 其實是消往哪裡 消往第三世界 所以第三世界啊 由中國製的這個武器 可以說是非常非常多 我們現在就來看一下 我們來盤點一下 先從天上飛的開始看 沒錯天上飛的 中國大陸 他們其實現在對外銷售來講 性能 或是說是整體的 這個戰機的效能最好的 當然就是當屬這個 那個煎龍戰機 這個煎龍戰機啊 現在稱為FC1 這個FC1戰機啊 其實非常非常有意思喔 當初巴基斯坦要跟中國大陸 那個等於說開始合作研發的時候 中國大陸等於說是主導這個 我們看到這個 蕭龍戰機的整個研發嘛 但是很好玩 由於當時啊 中國大陸他們自己本身 採用了相當多的 蘇貨設計局的那個蘇凱27 甚至於還有那個 中國大陸自己在那邊生產了 殲11殲11B等等 所以呢 那個當時 中國大陸啊 那個跟俄羅斯的那個 武器採購採購戰機的時候 當時1990年代 前蘇聯瓦解 那武器跳樓大排滿 那米格設計局的武器啊 就並沒有受到中國大陸的信賴 所以中國大陸呢 在跟巴基斯坦合作這個時候呢 他其實米格設計局的角度啊 適時的就進入了 這個蕭龍戰機了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當初 他們在研發這個戰機的時候 不曉得各位觀眾 你們看現在看到這個影片 你們會不會覺得 會不會覺得這個飛機 其實跟每一種飛機 其實還蠻像的 哦 哪一種呢 就是下面啦 殲7啦 米格21啦 它其實啊 它整個研發 是以米格21作為基礎 把主意改改 然後這個前機身的座艙配置啊 改改等等 你會發現 這兩個飛機還真的還蠻雷同的 它這個飛機啊 它的那個整體來講 它後來我們剛剛講到 米格設計局進去了 跟巴基斯坦 還有中國大陸 等於說等於三方 共同研發改良這個蕭龍戰機 所以這個蕭龍戰機 說真的它的性能並不太差 特別是由於它本身 是那個米格21改過來 雖然說米格21 有一些它本身的這個缺陷 就是說它由於它的這個飛機 翅膀短小等等 跟我們的F104戰機很像 是屬於那種高來高去 快來快去的飛機 但是呢 蕭龍戰機把它第一翅膀加大 第二發動機的推力 也更為那種 就引起了那個推重比 也增強 所以它整體啊 雖然說蕭龍戰機的操控 並不是使用我們現在 那個世界上所風行的 叫Fly-by-wire 也就是線船飛控 還是使用那個 就是駕駛感油壓這種系統 但是呢 整體而言 這個飛機它的價格 卻是那個F16戰機 跟它相比來講 就低了非常多 所以啊 那個巴基斯坦就買得很開心 但是巴基斯坦也有維持喔 為什麼 他說你們中國大陸搞什麼 這個飛機做出來 做了那麼多 都只有賣給我 你們自己解放軍空軍買不買 所以你都不敢用 你還賣給我這樣 他是懷疑性能嗎 對 所以就從這一點來講 巴基斯坦真的對中國大陸 在這點其實是非常頗有維持的 就是你賣 我們自己和我們兩國 一起合作研發的 你也要用嘛 對啊 你也要用嘛 這個你就不用 對 天上飛了 趕快水裡游的呢 水裡游的 這個江湖級的這個護衛艦 其實在中國大陸來說 它是對外銷售來說 它其實供給了很多的這個國家 它是這個053這個計畫 它這個整個船本身 其實說真的 並不會非常非常的先進 因為本身是一個外銷的這個艦體 而且這個船呢 我曾經在日本的時候登上過 就像這樣 那個由那個中國大陸建造 賣給那個什麼 賣給那個泰國的 其實當時啊 中國大陸在賣這種江湖級的 這個護衛艦 給那個泰國的時候 時間很早 大概1990年代的時候 其實當時 也就是泰國接受這些船的時候 其實說真的 他們剛買去的時候 還嚇了一跳 因為船上居然沒有戰艇中心 怎麼沒有辦法指揮這樣子啊 因為中國大陸在那個時候 他們本身的那個作戰艦艇 也都還是禁案作戰為主的 所以他們本身 在那個指揮上面來說 還沒有啊 就是說能夠在那個指揮的概念上 跟當時的西方艦體 能夠相提並論 但是現在呢 中國大陸他們自己 已經把這個江湖級的這個護衛艦 做了相當程度的改良 包括裝上了這個反艦飛彈等等 那也曾經剛說在做的時候 是考慮說這個船是不是要 給它作為防空的這個護衛艦之用 但最後來說 它這個整體來講 它這個船還是一個反水面 就是跟水面上的這個敵艦 作戰的這個比較大的 然後再來 除了這個江湖級之外 中國大陸另外一個外銷的 這個水上的這個武器 是這種ROMEO R級潛艦 潛水艇也賣 對 R級潛艦 其實也是由俄羅斯所技術轉移的 就前蘇聯技術轉移給這個中國大陸 那中國大陸就自己做 做了以後 除了自己做之後還賣 賣給誰呢 就是金正恩同志的爺爺 就賣到北韓去啦 除了北韓之外 埃及也有跟他們買這個ROMEO這個潛艦 這個ROMEO這個潛艦 其實說真的 它真的是二戰時期的這種潛艦 就是U-TIN 21型改良過的那個 那個俄羅斯前蘇聯生產 W型那個潛艦之後 再做的這個改良 所以它整體來說 性能並不是非常的好 那以應對現代戰爭來講的話 問題是很大的 但是賣給那些國家 是覺得綽綽有餘就對了 再來還有陸上 陸上也有 854裝甲車 那個634火箭炮等等 中國大陸其實是一個陸軍的大國 以目前來說 它在世界上來講 它的這個陸軍的排名 其實相當的這個前面 854裝甲車 其實你甚至於 當然很多這個觀眾朋友 對它有印象 那可能是來自於1989年 那個在北京的這個事情 那除此之外呢 854裝甲車 其實真的賣到很多國家 例如你看 這是前幾年 泰國在政變的時候 就用到這一台就是了 在曼谷街上 趴趴走的 就是中國大陸做的 這個854裝甲車 所以它真的是什麼國家 有興趣買的 它真的都可以賣啊 你剛剛講的都是不同的國家 我剛剛講的它不結盟嘛 因為我不結盟 它在第三世界當老大 所以它的那個武器賣出去 而且都賣得很便宜 你知道嗎 除了854的這個裝甲車之外 另外854的坦克 是中國大陸自己使用的80式坦克的外銷型 那80式坦克啊 它跟854坦克來講 它其實在那個854坦克 在整個中國大陸的 那個戰車的發展過程中 非常重要 因為它的砲塔 就從過去用一個鑄造的砲塔 就等於說你用一個模 把它鑄成一個那個 像烏龜殼一樣 然後裝上砲管啊 然後裡面裝上這些設備 它改成呢 從我剛剛講到那種鑄造砲塔 改成就是用焊接的 焊接是怎樣呢 它就變成四次方方角角的 它就可以幹嘛來可以用反應裝 複合式裝甲 讓它這個裝甲強度更高 你看我們現在國軍這個戰車 說真的 如果碰到解放軍戰車 我跟你講打不過 真的打不過 我說如果兩部車都擺在地上 然後都在各自的火炮有效射程之內 我跟你講 它的戰車開了炮 我們的戰車會被打穿 但是我們的戰車開了炮 可能打不穿它 因為真的 我們的M60也好 或M48也好 它的砲塔都還使用鑄造式的砲塔 那這種碰到 如果你是複合裝甲的話 那對不起 複合裝甲的防衛度 絕對比鑄造的要好 好 那下來陸海空通通都看完 現在連這個 就是我們大家最討厭 瞄準我們的這個飛彈 他們也可以往外賣就是了 不但賣還賣很多 賣很多啊 飛彈的部分 他們稱為導彈 導彈的話 他們其實有相當多的導彈 包括像地對空的導彈 也有地對地的導彈 對著台灣 那當然有數量相當龐大的 這個地對地的導彈 M族的飛彈 M9 M11 就有相當多的國家跟他們買 其實像過去 像北朝鮮 也跟他買過一些飛彈 然後那當然像這個 凱山防空飛彈 其實他們是 那個中國大陸自行研發的 其實當然也是以參考 俄羅斯的這個防空飛彈 為藍本 然後把它做這個凱山飛彈 這凱山飛彈 誰買你知道嗎 馬來西亞 哎呦 真的都是不同的國家 各自找自己的需求就對了 但是馬來西亞 買了這個凱山飛彈之後 發現這個飛彈問題很多 所以以這個 就是消費者的這個角度 對不對 跟中國大陸這個製造者 也就是供應者 發了很多的抗議性 就是說你們這個飛彈怎麼搞的 問題很多啊 怎麼樣打不到 就是當然 包括機械結構 彈鐵結構 有很多的問題 光靠賣武器 都可以賺一大筆錢 而且連德國都被比下去了 當然